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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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看也对他也没有影响 反正他长也要空 跌也要空 有台风也要空 没台风也要空 下雨也要空 出太阳也要空 反正通通要空 那不是说的 那是十头 那不是说也十头了 头到头都空 那对于我们这种第三种人 我们是翻来翻去的 翻来翻去的 那为什么要翻来翻去 其实很多人会对于 其实今天庞庆 我就讲 跟各位讲一些观念 就是为什么要翻来翻去 为什么要翻动 对不对 有些人会骂你说 你翻来翻去就是忽斗忽空 那我就告诉你 我就是忽斗忽空 我就是这种人 我就是喜欢这样 那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这样会避免犯大错 大的错误 你知道我们在做股票里面 我常讲 最重要是一个趋势 一个train 趋势 那怎么叫一个趋势 趋势就是一个大的方向 一个趋势 万点下来 在5月21号 改变趋势 对不对 那时候月线向下 趋势走空 那个叫趋势 那不是万点趋势走空 不是 因为万点 那个地方没有 没有转 那个 那个 那个用猜的 不要说 1014点 你这么厉害 就那天是最高点 你就厉害 少来这一套了 在5月21号 9,766点那时候 我判断趋势开始走空 那距离高点 已经差了300点 但是这300点里面 你能不能 你能不能知道说 万点就是最高点 完全不知道 知道是骗人的 那是后来才知道 对不对 好 那跌下来以后2000多点 这个叫一个趋势 如果说 当初 你把股票卖了 反手放空了 那这个时候 到了这个7200多点 你不可能套劳的 你是反手 放空 而且还赚钱 而且还安全撤退 这个就是一个趋势 对不对 好 那7203以后 涨上来以后 它是个反弹 是一个反弹 那反弹以后 它造成了 现在目前来讲 经过了一个阶段 两个阶段 之前的8488 又回挡到昨天的 8059点 今天又反弹到了 8317点 那这个是什么 渐渐 这个就是一个短线 月线往上 一个短线的一个 一个波段反弹 但是整个中线的趋势 有没有改变 空头有没有改变 我们所谓的中线代表 是三个月的平均线 叫季线 有没有改变 完全没变 那么换句话说 跌了2811点 反弹上去 这1200多点 它是来交代 之前跌了2811点的 负贯率过大 对不对 我是不是教过各位 好 那现在是不是空头 当然是空头 那现在是空头 你叫我丁超 告诉你是多头 我讲不出来 我真的讲不出来 我宁愿不收会言 因为我绝对不屈服了 所谓不屈服就是说 我对于什么事情 我是长久以来 学到技术分析的结论 我不可能会因为一天的大涨 大跌 而改变我的讲法 不可能 因为这样我就变无厘头了 对不对 所以我也 你看我在解盘 我也不会迎合观众 绝对不会 我不会说 今天长起来 或者是这样讲好了 我们在 你记得吗 在9月17号 那一天 我把股票出清了 各位记不记得 9月17号 礼拜四 不是礼拜五 9月18号是礼拜五 我们看一下大力光电 大力光电那一天的最 最高点是2925点 2925块 9月17号 9月18号也是一样 那大盘在9月18号 8488建高点 那我们是不是从7203点 这样做上去 做反弹坡 那大力光电也是一样 做了好几段 放空又做多 做多又放空 对不对 在2925那天卖掉了 好 那如果单纯以大力光电来讲的话 我们做得非常漂亮 因为 又跌了将近四五百块下来 对不对 因为它的趋势是向下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 2925那天卖掉 没有错吧 好 那为什么 那现在大盘是一个往下的一个趋势 大盘现在是往下 那跌到了昨天最低点 对不对 好 你想想看 我们卖股票的目的 像我们卖股票的目的是干嘛 卖股票的目的只有两种 一种就是 不做股票的 退出市场 另外一种就是什么 在那边干凳也要等待买点 等待股票回来买 等待要再买回股票 卖的目的当然就是把钞票 把股票换成钞票 那钞票等待买股票 是不是 这个是这个 这卖股票的目的是这样子 不然卖股票干嘛 那我们卖股票的目的是为了等待买点 好 那昨天礼拜二 昨天礼拜三 台北股市终于开盘了 因为我们放假期间 美国股市不是大跌 那大家中秋节就过得很不愉快 我发现很多做多的投资朋友就吓死了 报纸也这样写 八千点保卫战 礼拜三开盘 礼拜二开盘 恐怕这个不是很理想 怎样怎样 对不对 会补碟 一大堆言论出来 结果柯P救了大家 你知道吗 柯P救了大家 柯P嘛 不要再骂柯P了 柯P有时候常常犯错 犯小错 但是他很快就改回来了 对不对 所以柯P也适合做股票 因为他 说半天就上个厕所回来 说要全天 对不对 那隔天以后他又说 他对不起国家民主 他又想说 干脆那时候如果没有放多好 柯P也适合做股票 因为冰来冰去 你了解什么 所以我要跟各位讲 就是说 像我们把股票卖掉的人 我们等待是一个大跌 对不对 如果礼拜二 我说实在话 如果礼拜二有开盘 保证是重臭的 一定的 礼拜三是被日本救起来 大家都知道 所以你看我昨天在解盘 我有没有觉得很委屈 或者是 臭骂别人 或者是觉得怎么样 我不会 我这个很平常性 因为昨天开低走高 对于我们来讲 它也是一个很压抑的盘 但是我们都接受 你知道吗 因为行情 手表征出来的是一个事实 我们根本不重要 我们的看法 要随着行情再改变 对不对 那今天一样 又昨天美国股市 又涨的情况之下 早上开平低盘 平高盘 为什么后来又急涨起来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美国股市的盘后盘 Growback 又大涨了 是不是 美国股市的盘后盘 又大涨 昨天的盘后盘 Growback 也是大涨 今天的盘后盘 也是大涨 连续两天的盘后盘 大涨 所以造成了 整个亚洲股市 又大涨了 昨天的韩国 也是开低走高 今天也是开低走高 日本也是开低走高 今天也是开低走高 当然台湾也是开低走高 你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不是因为 只有台湾在涨 这个是 一个变动的问题 那另外第二个因素 当然就是什么 指数期货部分 我发现 最近很多投资朋友 在做指数 其实 我认为 很多人做指数 都是一期用事 不太会做 我感觉 我民国83年到86年 我在元大起货 我是 做指数 上来的人 我在合法期货上 指数我很厉害的 我只是没有 在多带指数的会员 我不太讲的 你看 从8488年掉下来 我保证 在昨天跟今天 一定很多投资朋友 去放空 为什么 因为投资朋友 只有印象当中 就是 它是一个跌势 可是 一般在做股票 投资朋友缺乏一个 一个技术 就是一个reverse 一个转折 他只知道 跌下来 要天天放空它 好像说 跌下来以后 昨天没有大涨 你就不甘心 不甘愿 昨天没有大跌 就不甘心 就要空它 结果今天又 早上又不回补 又要空它 就被告上来 对不对 大部分都是这样 但是 因为做期货 它是非常短线的 你在转折reverse的时候 你要马上转过来 你不要问那么多原因 问那么多原因 你问到以后收盘了 那今天很明显 昨天跟今天非常明显 大盘都是用期货指数在拉盘的 昨天也是这样 今天更是这样 你看今天的指数期货 早上一开盘 从这个最低点 应该是8116点 直接拼了200点上来 到8300多点 所以指数期货 嘎上来变成一个嘎空 今天爆出的成交量 竟然已经快高达了 大概是已经快18万口了 大的成 最近以来算是 比较大的成交量 比较大的一个成交量 这是百名要嘎空的 那为什么嘎什么空 嘎指数期货的空 不是嘎个股的空 因为指数期货 拖上来以后 个股被拖着走 有的不涨的股票 甚至又波涨起来了 像台积电 台积电一样开平盘之后 昨天已经先涨了 昨天为了指数期货拉上来 当然这个也是 国安基金复盘有功 大家也知道 对不对 好 那今天又是开平盘 又是大高 那台积电今天涨了3块半 指数贡献40点 他就个人就40点 可是我们觉得 这个盘到底 你要做多还是做空 我个人觉得说 观望就好 我常常讲说 如果说我今天 我自己在操作 我是一个 假设我是一个专业投资人 我是不做的 有些时段 有时候可能一两个礼拜 一个月我都不会做股票 我觉得做股票 就是出手 一定要准确 如果没有把握 我就不做 我没有必要每一天 都在搅手细费 我的个人的个性是这样 那是因为没有办法 我是老师 我要解盘 而且要带会员 所以有时候我被迫于 这个 这些一些因素 我还不得不 不得不动作 但是我目前来讲 我认为这个盘 真的有问题 你有没有想过 拳王在涨 拳王 拳王就是 台积电 拳王最大的 拳支股 叫拳王 台积电到了下降季线 是不是 台积电已经下了 下降的一个季线 它已经通过了 已经到了 60天的 台积电 可是呢 股王在跌 那我这个就觉得奇怪 我怎么盘成 搞成这样子的 股王 股王 股王怎么可能不重要呢 股王是最重要 最赚钱的一家公司 台湾最优秀的一家公司 叫股王 它叫大力光 从3715块掉下来以后 到了2520整理之后 还破了底 它破了相对 台北股市的7203点的底 你说 我会不担心吗 我今天是有脑筋的人 我会不担心 因为股王 因为股王不是 股王是个咖 股王不是历经贸德 中环来德 他叫股王 是全台湾最好的一家公司 为什么他会破底 为什么股王会 他到底心情 为什么那么不好 为什么他要破底 是不是台北股市里面 出现了什么问题 而且国安基金 为什么一大早 10月15号还没有到 就一直想要延后呢 是不是景气出现了什么问题 国安基金护盘的目的 只是要保护 这个盘市不要受到非理性的下杀多杀多 他的目的不是要长期操作 国安基金只是要把这个盘护住 就可以了 就可以退了 没有人一辈子在国安基金的 那为什么国安基金 你现在事实上盘市已经从七千二到八千多了 已经稳住了 你要让市场机制 让市场机制去走了 而不是用那个力量一直在控制这个事情 这个不合理 你知道我意思吗 就好像说以前农券 农券不能放空 平盘下不能放空 你看只有两个礼拜 尽管会主委不是马上开放 因为他了解 绝对不能够用这个东西 作为一个长期性的控制 因为市场的机制 一定要让它自由化 开放化 这样成交量才会多出来 才会大 才不会造成流动性的风险 对不对 所以我在讲 这个盘是不是一个 我们所谓的一个 缓跌 缓跌就是所谓缓跌 就是从八千四百多点缓跌下来 几涨两天 它是不是只是一个交代一个 一个空方式的一个逃命反弹 那我们从美国股市来看 跟台湾股市来看 全世界的流动性来看 这个事实上是非常大的 因此我也在早上连线的时候 我也讲过 我认为这个大盘十月份 不会很理想 因为很多人会跟你讲 十月份是一个光辉的十月 庆祝行情 我可不认为 我认为十月份空窗期 应该只有剩下明天 还有下礼拜的四天 听说下礼拜又要廉价 对不对 那刚好月间的扣底值 扣底到下礼拜四 应该是礼拜五没开盘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不知道 我再查一下 开始要往上 下礼拜我开始往上扣底告纸 所以空窗期大概还剩下几天时间 我想这几天时间 如果不是反弹 就是盘整而已 那接下来十月份的下半月 我是认为这个指数 可能还有往下修正的必要性 我们先把时间交换给主播 好 这是在整个针对大盘部分来说 今天虽然都大涨 不过丁小老师提醒大家 可能还是要稍微保守一点 但或许更多分析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万通国际战胜股市 服务至上掌握趋势 先买再卖 先卖再卖 多方空方 皆是盈方 万通国际为您把关 创造财富 远离风险 万通国际 唯一首选 服务专线 零二七七二五 九六六八 七七二五 九六六八 许多时刻为了安全 我们都会使用两只手 那么在行车的重要时刻 单手骑车抽烟 很危险 开车抽烟造成烟灰 火星飞散 先生 你开车吸烟 已经影响到他人 开车 骑车 烟不离手 危险倍增 抽烟影响他人 及行车安全 可检举开阀 啊 雪だ ただいま 戻りました 私の気持ちです 美しい 日本专利设计 316不锈钢精致 台湾公防 大した拘束だ 試してみてください いい香り 太和工房 316不锈钢保温屏 坚持最最好的湖 我喝杯咖啡 喝了饭 好吗 我觉得天安得住 用火焰来呈现你家 你做事每年都火火火 到现在眼镜都没有 回去再想 你又为时到逆流了吗 提案压力大 好也只能靠他 来 你的机会服饰店 为时到逆流 机会服饰店 一定搞定 这是我住的渔村 从小跟我阿爸相依为例 阿爸每次住外打 都会带回来一些特别的宝物给我 我就在 对大海充满的想象中 路过了途面 小姑啊 阿爸会老去问多种不理 你爸就爱玩找宝藏的游戏 给他吹出来吧 买就送 是的 太和工房中年性 现在买316保温瓶 买大 瘦小 清巧好用 快来太和工房 好礼销售哦 血清素是人体最重要的快乐因子 香蕉的植物血清素最高 一颗胶囊等于13根香蕉 帮助入眠快乐满点 快搜寻乐活香蕉 好 欢迎回到超级大营家 今天这个布局指数长 今天不少个股其实也蛮活蹦乱跳的 包括这个汽车箱万零组件 还有在航运股身上 今天表现都不错 后续来说这个个股要怎么选择 赶快再把时间交给丁超老师 好的 我想以现在目前我们个人的看法 就是认为再观察一下 就是预估来讲 现在美国盘Growback 它是一个也是涨了一百多点 但是如果以美国股市来看 我跟各位讲过 我现在讲这东西是讲给听得懂的人听的 你听不懂真的也不用看我节目 如果你每天都要做多 就是跟我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看到美国股市的一个四大指数 都是空头 那跌了八天 跌了七八天 例如说以SP500指数为例 它跌下来以后 濒临破底 以SP500指数 它濒临破底 1867 濒临破底之后 等于是说在这个地方 它不是一定是真正的底 跌生之后的反弹 急弹 这个还是空头 怎么可能一天的反弹 两天的反弹 就会改变它的一个趋势 我刚刚不是讲过吗 最重要是一个趋势 它如果改变了 那我们就必须说它改变了 转折了 改变了 心态就要变了 那如果还没有改变 那等一下就可以了 就不要那么急 等一下 不要急躁 那我个人就急 我就不会急躁 我就是 比如说 我现在准备了钞票 要买股票 那 投资朋友很非常担心 就是他如果 没有每一天买 他怕买不到 怕交易所会关门 怕又台风又来 又要放假 是不是 可是我一点都不会担心 因为我知道 台湾交易所会长长久久 他一定没 他礼拜一到礼拜五 如果没事的话 他就会开门 那既然开门 我们只要有钱 我们就可以做交易 所以我不会担心 这些小问题 我常常讲 就是做多其实跟做空 其实是一样的 方向是一样的 比如说 很简单嘛 比如说你从这边到那边 那边到这边 你这个 这边到那边 你错失了机会 或者是这边到 假设A到B的位置 可是中间过程里面 可能会有一些毒蛇猛兽 有一些陷阱 我们不愿意冒险 所以我们就不过去 是不是 那有些人愿意冒险 没话讲 真的是这样 那我们怎么过去呢 我们就是可能 搭飞机过去 或者是坐车 坐骑不舍过去 假设在 在这个非洲的虫银里面 有一些毒蛇猛兽 或是 或是一些猛兽 对不对 他会攻击你 那我们到对面以后 我们发现狮子 老虎都不见了 狮子跟老虎不会在一起 你知道吗 我觉得 这个知不知道 投资朋友你知不知道 狮子跟老虎不会在一起 因为他们生活的地方 地点不一样 那如果说 我们要从那个地方 要再回头 回来 假设 已经净空了 安全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 从那边回来 那这个路程是一样的 你过去那条路 跟过来一条路 那其实是一样 但是风险程度不一样 你知道我意思吗 那我到底要告诉你什么 我不做买进 其实我也可以放空啊 我等它反弹起来 我等待放空 我有什么错 它是一个整理盘 甚至未来来讲 从10月中旬 第三个礼拜之后 它是一个趋势盘 往下跌的盘 我本来就已经准备 要这样做了 就好像是 很多人跟各位讲说 生技股 台湾的生技股 最近不是反弹很厉害吗 可是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美国的NBI指数 从这一波的3821点 9月17号那一天 也是一样 9月17号那一天 掉下来到 2989点 你知道跌多少吗 跌了22% 从最高点 那时候是4100多点 已经跌了将近三成 已经大空头了 那这一次里面又从 3800多点跌下来 20几% 你说反弹一天 反弹4% 我会心动吗 所以我说台湾的生技股 它是超涨的 像这一组的话 我们就要放空了 台湾的生技股 那是到底哪一档 先不要讲 免得你又讨厌我 因为你看美国的 你可能默克药厂 你来治药厂 飞了药厂 那跌得稀里花达了 你都不知道而已 你知道吗 美国的生技股 已经早就垮掉了 台湾的生技股 到现在还在往上涨 那是阻力拉起来 要解套的 你认同我的观念吗 还是台湾生技股比较好 那另外就是苹果电脑就好 苹果电脑昨天不是有反弹1%吗 才1%而已 昨天美国股是大涨 是涨在跌升反弹的生技股 所以苹果电脑来讲 从92块反弹到116.89 又掉下来到107 108 它是只是在修正这个大跌 从134块掉了92块 之后的反弹到116 它是空头 以Apple这两股票来讲 它是空头 你知道吗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 我什么所谓通口 是中线走空 你看为什么大力光电 今天会掉下去 难道你不认为有欺骗吗 大力光电出了什么事 这么优秀的公司 为什么它会破底 你或许会跟我讲 台积电往上涨 台积电往上涨 是有目的的 如果台积电没有往上涨 今天指数怎么会涨呢 如果昨天台积电没有往上涨 昨天指数怎么会涨呢 那是一个有目的的拉台 你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我非常明显跟各位讲 这个盘反弹之后要放空 你认同我的打电话给我 不认同我的 请你不用看我节目 因为你会越来越讨厌我 我就是看空 我认为这个指数 反弹是一个逃命 绝对是逃命 就像我在9月17号18号 跟各位讲了 8488点逃命一样 我该做多该做空 我都有一套标准债 我不会每天改来改去 或者是一天的上涨下跌就改变 接下来我要主要放空的股票 就是苹果供应链 我们先不要把所有股票讲出来 跟生计股 这两个 目前我判断下来 最容易未来产生 崩跌式的下沙的股票 一个是苹果供应链 那当然代表就是大力光 大力光就是一档苹果供应链 那生计股 那就太多了 那生计股为什么要 我认为反弹以后要放空 你看美国股市的NBI就知道了 这是我跟各位讲的 已经很清楚明白了 所以要把握这个反弹以后的一个卖点 我们把时间交换给主播 谢谢 好 谢谢丁绍老师 目前来说投资站在操作上 可能还是要保守看待一点 当然跟着航空分析 明天同学锁定我们的节目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